看过原著的伙伴们都知道,史莱克七怪最终都成了封号斗罗,唐三和小五也成了海神和修罗神,但是到目前的等级为止,为什么敢在封号斗罗命前如此张狂呢? 因为友情比寿命重要,刚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,史莱克七怪之间还是都不服气,关系还是一般的,但是谁教育小刚是他们的老师呢? 一个把感情看得很重的人,交出来的学生关系竟然非常好,但是更进一步增进感情的还是唐三给伙伴们带来了心跳,这恐怕是打破他们之间隔阂的最重要的一步了 柔柔不惜现场初吻,七把琉璃宗的小魔女心都晃了,本来是可能发展成爱情的,无奈小五是唐三先遇到的,然后又经过了高级魂师大赛的生死与共,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固了,因此在面对比比东的时候才能够毫不畏惧,他们都知道友情比生命重要,还有就是唐三是爱着小五 经历了那么多生死离别,更让唐三知道,小五就是要他用生命保护的人,以前总是嘴上说,现在终于可以亲身做到了,要想动小五,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 当然了,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,大家知道吗?就是最后一个要出现的人,至于他对史莱克七怪有多重要,欢迎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观点